我们也给它改一下 改成大型的 要在这里边做一个判断 如果它为空 对不对 要怎么做呀 为空的话是不是要拗出来一下 否则呢 啊这个打要死 直接拗完板就行了 对不对 无非就是这一步执行不执行不用打 如果为空的话就拗一个 如果不为空的话就直接返回 这时候就能防止它用拗实力化你这个对象 保证全局只有这么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咱们 要封装几个方法了吧 你要能够获取你的数据不明吧 是吧不然人家怎么掉呢 不然人家怎么掉呢 那咱们的数据户名字给返回去 然后这个 版本也要返回去 然后这两个有啊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呀 现在你可能看不出来什么作用 这个我先给写进去 你不了解没关系 咱们可以 回头用到的时候慢慢写 你这个数据库里边要键表 对不对 咱们键表平常都在哪键了还记不记得 之前学的那个操作数据库的那个键表是在哪键的 就是键表的那个过程那个方法是写在哪的 对啊 是uncreate是吧 咱们所以说这次换一个方法 这个table 你想想你把你 咱们现在是要封装一个 通用的数据库超过来 对不对 你把你键表的那些语句全部写到uncreate里边 你觉得你这个封装了 还通用吗 你每次都要去那边改你这个 鸡肋 那你这封装的是什么呀 老是随着业务的变化而变化 你说你这封装了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这次封装给它封装了 跟业务完全无变 对吧 现在咱们还没表 直接先返回 对吧 就现在这个Irelease的Stream 对吧 里边放什么呢 里边放键表的语句对不对 但是咱们这里边不放键表的语句 因为咱们也看到了CircleLite database config 这又是一个内容 也是一个config的文件对吧 键表语句最好还是放到你数据库操作的CircleDL里 最好 对吧 好 这个CircleLite database 这个基本这个config的键盒 咱们下一步 要封装那个数据库 那个CircleLite 是吧 嗯 嗯 我把那个名字复制过来算了 CircleLite 这个还有办法 其中的很重要的 这个 sqlite sqlite i t e open 是这个吧 提升于他 点完成 因为这是个抽象的这个类 就要自动完成两个方吧 这里边咱们要怎么写呢 这里边又要用单理模式了 我们把这个sqlite help封装成 也封装成单理的 在咱们这个项目里边永远只保持 这一个数据库对象就可以了 就不要让他在那个 业务层里边每一次都扭扭扭 在那扭对吧 他弄出来之后咱们就 只操作这一个是吧 嗯 怎么封装呢 这个是要有的 咱们要自己写一个 自己写一个 这么写吧 把当前的上下文让他传进来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个东西是肯定要用的 咱们要用 是吧 然后呢 直接调用他这个 考虑的方法 是吧 把content给他传进去 啊 第二个参入是什么 数据库名吧应该是 是吧 数据库的名字很明显 咱们用那个就可以了吧 咱们要用在这键变量了 这个吧 然后叫什么 这个也要弄成这个 这个也要弄成这个 然后还要有 把这个 获取他的这个 数据库名字 这人家是浪是吧 咱看一下 这个没有 什么 这个地方都是传的浪是吧 第三个就要有了 第三个传什么 对 咱们咱们这里边定的也有 继续获取是吧 这么一弄的话 咱们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给他可以去了吧 咱们直接在这里边 这个调整的也类的 然后content要有的话 咱们就要把 content 就要有这个变量了 我看下一部要做什么 类传的 我看下一部要做什么类传的 还要有 还有有get instance 是吧 因为咱们是单利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的 这个应该是自由的 对吧 然后返回是 Circulate Health 然后继续 get get instance 上下我也要看过来 然后基本操作还是跟这一样 是吧 不小 感觉 跑过来 然后 最像的就一改 面试片子这个变量还没定义是吧 那就 那就继续写定义一个吧 站到这儿 这个 那是他吧 啊 这个没给他 站进来 对吧 然后 之后要怎么做呢 之后该建这个 表了 是吧 咱们这个表怎么弄呢 那个get tables 这是有用的 是不是 刚才那是个 那是个 诶 那是个 release的是吧 啊 release screen release 然后 要把他那个get table 获取出来了吧 这样就取出来了 这样就取出来了 我们在这里边怎么做呢 我们配置什么进去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反射了 也就是说 我们动态的 去 也就是说 把这个 encreate的方法 放到 那就是DAL 这个业务类里边执行 但是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又不知道 会有哪些对象 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 让我想一下 还只能封装到 这里 因为没有 没有实际能反射的对象 先封装到这里 我们把它先给停下来 然后 然后等到用到的时候 再把反射给加上 现在暂时还 还不能往里边写 因为我们没有能反射对象 我们继续 继续往下写 把那个什么也给封装了 该封装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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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呢 我们封装到 设计 Light DAL Base 我们该建这个对象 是吧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都有什么呢 你看一下 这看出来 这里边封装了一个通用的这个删除 然后 获取 获取它的这个某一个数据库里边的这个 数据表里边的这个 数量对吧 获取 获取表的这个名字 还有主件 查询一个实体类 然后把一个游标转换成一个list 然后是执行 执行 塞手脚本 是不是 咱们封装一下 封装这几步之后 它的这个操作在调用这个之后就简化多了 这个类呢 这个类我就不手敲代码了 我直接用那个封装好的 我直接把它烤过来用算了 要不然挑起来实在是 这个拿出来之后 我给大家 过一下 试色 我双击 嗯应该是这个吧 直接给它 烤过来 实现接口这个呢 我暂时先不能考 用到的再给大家看 要不然 不容易理解是怎么回事 这个呢 直接封装好的方法 可以直接烤过来 这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边 是不是用了有抽象方法啊 抽象方法呢 就 生命成抽象的改成抽象类 对吧 好 我这边 这个粘进来 这个粘进来 可以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这个 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 上下文就不用讲了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操作 对吧 这咱们前面封的都有了 就 就用下了 之后呢 有个获取 数据库 是不是 如果这个对象为空的话 是吧 就实力化一个 Cellular Help 类 是不是 这就刚才那实力化 那个吧 对吧 单力模式 然后得到一个 可写的数据库 是吧 这是获取数据库 这个方法 Jatabase这个方法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封装呢 在 在他这个Cellular 的里边 这个Help的事物 是怎么操作呢 非常简单 这个一看你就能看到 明白吧 开始一个 开始一个数据库的事物 是不是 这个是设置这个 事物已经执行成功 对吧 这个是结束一个事物 只有这三步都执行之后 他才会彻底的 把这个事物给提交进去 如果 如果没执行到的话 就要回滚了 对吧 这是事物的封装 这是事物的封装 咱们封装到这里了 GateCon GateCon 这个看一下 GateCon 首先得到了一个表明 和一个主件 对吧 这个方法是个什么方法呢 咱们点开 是个抽象方法 为什么要把它弄成抽象呢 这个能想出来吗 能想出来吗 为什么获取表明和表的主件 要弄成一个抽象方法 对 所以说 这又是刚才咱们的那个思想 把一些 副类里边无法确定的这些东西 放到子类里边实现 然后它调用 也就是怎么说呢 我虽然不知道你的表明和主件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一定要获取要有这个方法 所以说我定义成抽象成方法 你只要继承我这个 CircleLite Base这个类了 你就一定要有这个方法 你没有这个方法 我这里边就没办法交用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用了一个抽象的方法 获取表的名字和它的主件 放在子类里边实现 获取了之后怎么弄呢 这是执行一条Circle语句对吧 执行这个Circle语句之后 并且还有这个条件 按照它给定的这个条件 获取它这个 数据到底有多少对吧 这个经常要用到吗 获取数据数据量是吧 按照指定的这个条件 获取执行这个Circle语句 获取一个游标 这个执行Circle语句是怎么样的 就是这么简单 对吧 数据部里边 安卓提供了有一个这个query